好 那么你知道这些Reddit里面的基本命令之后呢 我们再去写这个程序的时候啊 那么我们不可能直接去写这个命令 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程序呢 跟我们的Reddit数据库之间呢 实现一个交互啊 下面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怎么啊 去使用我们的代码呢 去跟Reddit数据库呢 实现一个交互 那么你注意 在Python语言里面呢 跟这个Reddit数据库实现交互 你需要安装一个包 那么这个包呢叫做Reddit啊 这个包呢 现在上面我们给大家列了这个三个安装方式 对吧 现在你直接用这个就可以啊 就是Python install 然后呢写上一个Reddit啊 就是在你的这个虚拟环境里面 你直接啊 Work on bj18写上一个psn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Python install 然后呢写上一个Reddit啊 它就安装了啊 我这其实已经安装好了 Python free的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安装了一个Reddit啊 这里面我就把这个包安装完了 安装好之后 我们怎么通过它呢 去连接这个Reddit数据库呢 那你注意 它里面呢有一个类 这个类呢叫做strict的啊 Reddit 通过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我们呢就可以连接到指定的Reddit数据库啊 Reddit数据库 那么这里面呢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创建一个strict的Reddit对象的时候 那么这个对象里面呢有前面有几个参数啊 一个呢是host的 host呢就通过这个参数你可以指定你要连接到的Reddit服务 它的IP是多少 然后port呢就是指定你要连接到Reddit服务的端口号 这个db呢就是告诉他你要使用里面的哪一个数据库啊 默认的就是零 那么你像这三个参数呢 它的默认值就这样的啊 localhouse啊 6379和零 那么所以呢 我们如果是连接到我们刚刚启动的那个Reddit数据库的话 这里面的参数呢 我就没有必要去写它 我就直接这样一写啊 它就使用了默认值 它就连过去啊 然后呢你就有了这样一个类的对象 那么这个类的对象呢 你注意它里面呢有这些方法啊 有这些方法 那么这些方法呢 你比如说这个 set对吧 setEX Mset append 这些东西 那么然后呢这个 case对吧 exists type delete啊 这些东西 然后hash Hset Mset Hcase 这里面看list啊 然后呢 set 还有这个Zset 这里面我们列出来一部分方法 它就对应着我们上面讲的这些命令啊 你看到方法的名字呢 跟我们命令的名字呢 其实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啊 那么关于这个RedditPY里面还有哪些东西 在这里面 有一个Python里面的这个Reddit模块的一个文档啊 一个文档 那么这个文档里面呢 它给你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介绍啊 给你有一个相应的介绍啊 那你注意在这里面 看到啊 它有一个相应的介绍 那么它里面呢 哪些东西啊 你看到这里面 怎么获取啊 它都有一个相应的例子 那么你可以呢 下去之后去看一下这个啊 OK啊 那么这里面呢 下面我们要给大家说的 就是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我使用这个StringReddit啊 去操作我们的String类型啊 去操作String类型啊 怎么去操作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在这边呢 去创建一个项目啊 创建一个项目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就直接啊 直接File 点击一个New Project啊 创建一个新的项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不是一个将构项目了 直接呢 就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看一下啊 虚拟环境 这个是这个啊 刚刚我们的HOME 下面的Smart.Virtual Invs 下面有一个BJ18 然后呢有一个PY3 我把它先退掉啊 我本来就先退掉啊 OK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先退掉啊 退掉之后再打开 反应这么慢 好 建一个目录啊 Make DIR 然后呢 写上一个BJ18 好 这里面我已经进入 我的这个BJ18虚拟环境了啊 OK CDBJ18这个目录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新建一个文件啊 比如说我就叫做Redis Stream DNPY 新建这样一个文件 那么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就要去写这么一段 代码啊 首先 那么从我们的Redis 这个模块里面呢 导入我们的这个Stream Redis啊 直接呢 From这个Redis 然后呢导入 Import啊 这个Stream的Redis啊 这个类 OK 把它导过来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写这个代码了 对吧 其实代码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就写这么一段测试的程序啊 写这么一段测试的程序 那么 首先在这里面要写测试什么呢 就是衣服 Name 等一等一这个 Mand对吧 等一等一我们的Mand啊 然后 在这里面呢 首先在这里面 你注意我需要呢 这个table键能那么大 好 创建啊 创建 一个Stream的啊 Stream的 Redis 对象啊 那么这个对象的目的呢 就是用于连接我们的Redis 数据库啊 连接 Redis 数据库 OK啊 那么这个呢 你可以在这里面 你去连接的时候呢 你可能不能成功 对吧 你可以呢 使用这个Try 然后呢 使用一个 Accept啊 Accept啊 写上一个Accept啊 然后呢 写上一个叫做Exception啊 Exce Exce Pti 对吧 S这个E啊 我们在这里面 如果出错的话 我可以去打一下这个东西 对吧 OK啊 在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创建这个对象了 直接写上一个啊 SR 等于我们的 Stream的啊 Redis 然后呢 默认值呢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它上面呢 是有这个 默认值的 对吧 我就连接到 我刚刚提供了Redis数据库 我就没有必要呢 去填这个参数 我就直接创建这个对象就可以了啊 创建这个对象之后 下面呢 我们给大家 往里面 有了这样一个对象之后啊 这个对象呢 它就有了我们所说的这些方法啊 那比如说我现在呢 要设置一个值啊 设置一个值呢 我们就可以呢 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要去添加一个K 那么为啊 Name 这个Value 对呢 Value呢 为这个 IT 黑码 那么我就可以呢 使用这个 SR.s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 K 这个K呢 里面啊 在这里面呢 首先这个K呢 第一个参数呢 就写这个 Name啊 就是K是什么 写上一个Name 我就传一个 Name 对吧 然后呢 它的值呢 叫做ITK码 我就写上一个IT 黑码 这样呢 进行一个设置 那么最后的话 这边呢 会给你返回一个 返回值 RES啊 返回值呢 返回的是一个BRED值 告诉你呢 设置有没有成功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在后面 打印一下 直接Print 写上一个RES OK 那么这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现在我们在这里面 Python 执行一下 Reduce 好 回车 这里面你就会看到 有一个True对吧 代表呢 就设置成功了啊 就设置成功了 那么怎么获取啊 就是SR呢 对应着我们的SET命令 就有一个GET GET对应一个方法呢 就叫GET 你写上它对应的值 我要获取这个Name对应的值 它呢 就会给我取这个值 然后呢 把这个值呢 给我 返回 那么注意 如果它取不到这个值的话 它呢 也不会报错 它给你返回的是No 返回的是No OK 这里面 我们取完之后呢 我在这边可以在 Python 然后呢 写上一个ReadyString 你会看到这里面 就这个ITK嘛 对吧 这里面就取出它的值啊 OK ReadyString 好 上面呢 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改变它的值 对吧 我们说SET第一次的时候 如果键没有的话 是增加 有的话就是改变 对吧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啊 我要修改 那么Name它的值 为这个ITCust 我就可以呢 在这里面直接写一个啊 RES等于SR.set 然后呢 写上一个Name Name对应的值呢 就是ITCust啊 ITCust OK 那么然后呢 在这里面打印一下 这个返回的值 RES OK啊 这是它 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Python ReadyString 好回上 这里面首先 对吧 成功修改成功 那么改完之后 再获取的值呢 就是ITCust啊 那你去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 GetaName 它就是ITCust啊 OK 那么 这一部分呢 ReadyString 这就是我们的 添加修改和获取啊 和获取 然后除此之外啊 那么还有呢 就是 删除 对吧 删除啊 那么 比如说我 我现在把这个 上面呢 我都注释了啊 OK 把这个注释完之后呢 我们要删除这个Name啊 还有它的 好 在这里面再来一个 这个呢 就是删除 删除 这个Name 吉他对应的值啊 OK 那么 这个 怎么做呢 就是直接啊 我们直接呢 就是SR 它里面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叫Delete 就是Delete Delete 这个Delete呢 你可以呢 一下删除 多个 多个 键啊 多个键 那么你注意 这个Delete 就对应着 我们的DL命令 DL命令 比如我要删除 Name 就写上一个 Name啊 它呢 就会给我返回一个 这个 值 告诉我删除几个啊 那么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 然后 Print 写上一个 RES 然后在这里面呢 保存 执行一下 Python Redis Stream 好 回车 这里面是不是 返回一个1 对吧 返回一个1呢 你就代表 把这个Name呢 删掉了 它返回一个1 直接我们在这里面 K 行 你就看到这里面 是不是Name就没了 对吧 同时这个Delete方法呢 也可以一下删除 多个K 删除多个K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我们再编辑一下 Redis Stream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你就以这个Delete 它的这个参数类型呢 是一个位置参数啊 你可以传多个 你注意啊 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 删除多个简直 删除多个简直对 删除多个简直啊 怎么做 那么在我们这里面呢 就是啊 RES 等于SR.Delete 比如说 我现在要删除谁呢 我要删除这个A1 A2 对吧 我要删除脸啊 我就可以呢 写上一个A1 继续再传一个A2 OK 这里边呢 这个删完之后呢 就会给你返回这个东西啊 直接print IS 那么它这个返回的数字呢 就是告诉你删这个键啊 有几个删除成功了啊 OK 这是它返回的数字啊 我们在这里面保存 保存一下 好 PAS 然后呢 写上一个 Reddit 死罪 你看到返回2 对吧 这里面说明这两个键都删掉了啊 然后呢 Case新 你看到这里面A2就没了啊 就没了啊 OK 这是这个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对吧 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一个Case命令啊 这个Case命令呢 可以获取这个数据库里面的所有的键啊 那么这里面呢 再来一个 下面呢 这里面啊 获取 数据库中所有的键啊 OK 那么 然后呢 这边呢 在我们这边 你要获取的时候就SR.Case啊 点Case 那么这里面它有一个参数叫做Pattern啊 叫做Pattern 那么这个Pattern呢 你要注意 它默认的就是一个 星 你要获取所有呢 你就可以呢 不传 那么它就会把这个里面的所有键呢 作为一个列表给你返回啊 列表给你返回 你在这边呢 我们在这边 直接写上一个等号 写完之后呢 我在这边 打印一下 Pattern RES 好 写完之后 执行一下 Pattern Ready Stream 你会发现这里面就给你返回一个列表 对吧 四个键 U的 A4 U2和B3 那么你仔细看一下这边是不是这三个 对吧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解释的啊 通过我们的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你可以呢去进行自负算的一个 它的一个增加 它的一个获取 修改 删除 还有呢 获取所有的键 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 其实呢 它还有其他的方法 对吧 还有这个 列表哈希啊 这些有对应的一个方法啊 这些呢 你可以呢 去练一下啊 这里面呢 是我们的 跟这个 它之间的 进行一个交互啊 进行一个交互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